长寿偶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是第一姓氏 然而至高无上的皇帝却几乎是寿命最短的一群人 中国历史上所有政权一把手611人 生族年可考的209人 而这帮人平均寿命居然只有39岁 当然你可以认为古代人均寿命不过35岁 皇帝39岁算不错了 但古代人均寿命低主要是被新生而死亡率拉下来的 如果去掉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 古代人均寿命可达57岁 不应该啊 皇帝生活条件那么好 要啥有啥 为什么反而死得早 除了那些被人捅死的 就以下几点原因来看 皇帝的生命治疗像高也高不起来啊 第一个原因乱治病 古代医疗水平不高 虽说皇宫里养着众多所谓的御医 别觉得这帮人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能力 也就接生的手艺高一点罢了 多数时候治病反而不如不治 明孝宗淋雨导致热症 按理说这点病吃个西瓜就能康复 结果被御医那帮业余医学爱好者一致 八天后一代贤君魂归黄泉 相年36岁 可以很强势 第二个原因 胡石海赫 古代皇帝显有不胖的 毕竟生活水平摆在那里 当然传统视角可能认为胖是健康的表现 但终究必大于利 至少胖的行动多有不便 金哀宗完颜手续 就因为太胖上不了马 被围攻时没法逃跑所以死了 十年37岁 当然你皇帝营养过剩就过剩吧 偏偏又迷信什么 长生不老 补这补那什么仙丹 全重金属 比如唐朝老李家 一大票都是吃蛋药死的 唐太宗51岁 唐武宗33岁 而唐木宗只有30岁 少刷朋友圈了 养生未科学害死人呐 第三个原因 生孩子 后宫家里并没有3000人 皇帝也不是都纵欲 真这么觉得 那只能说是偏见 对皇帝来说 人生第一要务是治国 然后才是传宗接代 这种 我有可能不想干 但是我不得不干的事情 极度透支着皇帝的生命 以至于会发现一个规律 那就是开国前几个皇帝 一般都很能生 比如康熙这种 35个儿子 20个女儿 然后一代不如一代 到了溥仪时 完全生不出来了 第四个原因 压力山大 有些好皇帝 为了治理好国家 一生勤勤恳恳 经常熬夜处理国事 久而久之 积劳成疾 身体也就垮了 再为五年半的 后周失踪柴融 干了别人30年 都不一定能干完的事情 眼看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马上迎来统一 结果39岁 累死了 一片大好形势 也被手下赵匡胤 接了盘 建立宋朝 风头全被抢走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要相信科学 反对迷信 牢狱结合 最后 祝大家 身体健康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黎视频 动力室栏目 黎视频客户端 全新上线